大家好,我們是來自盛伯多禄中學的學生,我是楊子儀 我是吳銘儀 我是葛梓邦 我是胡樂文 我們的旅行團叫《環遊香港美食旅行團》 是一個三天兩夜的本地團,由10月29日的3點15分開始到10月31日的6點15分結束 目標客群在青年人為主,人數為16人 會住在富會在環酒店,有旅遊巴提供 行程期間會加插本地交通工具 每個人需付2900元 在29日,我們會先在酒店大堂集合 之後坐中華摩天倫 從不同的角度欣賞白天的香港 將為多利亞港的景致上收眼淚 第二站將會去長沙環的一盞燈的貓咖啡 一邊吃下午茶,一邊看貓 接下来,我們會去沙沙咀sets坊沙瓦玩VR 体验新科技 晚饭会在乌冈饭店 吃秋冠惠当作的大集会 最后会搭红了很多 香港人童年回忆的 天生小龙班中华 并欣赏维多利亚港夜景 30日早上 我们会在酒店大行集合 之后我们就会去中华美心获工 喝茶 一边品茶一边吃美味的点心 之后就聊聊天 之后我们就会去元朗 第一站就会去新田 农场欣赏太阳翻海 我们可以打卡和拍照 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大房 开箱花园农庄继续玩 我们可以摘一些农作物 BBQ和喂小动物 我们晚上就会回来 四宝食堂 吃完牛肉面 因为是慢性节的原因 我们为了营养多些智日气氛 我们就会去唐佳姐做片 唱电影体验馆 参加这个慢性节活动 之后我们就会回到中华 那对团友就可以自行 决定回到酒店 留意还是去南美方 三十一号那天 我们的早餐就会在酒店享用 由于考虑到有人可能会迟一天 因为太晚 所以团友可以选择在酒店规定早餐的时间内 去餐厅吃早餐 之后在十一点十五分至十一点半内 就会集合 最后一天 我们就会在长洲进行 那下午我们会先在兴乐菜馆 品尝了当地的海鲜 然后团友就可以在长洲自由活动 扫街 踏单车 去专堡制动等 这些都可以由自己决定 到傍晚 那我们就会回中华 收拾行李之后 我们就会各自解散 以下是一些图片 和我们的参考资料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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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been trying all my life To separate the time In between the having it all and giving it up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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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介紹完結 多謝